各位去看 我俩在一起两年多了 但是到现在都没见过家长呢 他特别回避这个问题 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我也想跟他走到下一步啊 还不都是因为他不够努力 一直都在原地踏步 我是越来越觉得 他就没跟我打算长久 就没有奔着结婚走 经常跟朋友聚会 还经常骗我 其实我心里一清二楚 我为他也付出很多呀 给他找创业机会 是他自己不够胆大 没什么出息 他不再生在安家 我怎么敢谈我论嫁呢 我觉得他说的那些都是借口 但凡出现一个条件好点的 马上就跟别人走了 我就想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赫先生 26岁来自四川电销 女嘉宾彭女士22岁 来自广东电话园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今儿谁要来的呀 是我要来的 那干嘛呀 主要是呢 也是跟他在一起 差不多两年多时间的嘛 我感觉他当我是一个备胎的 一样的感觉 今天你要跟他把话说清楚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两年多了是吧 两位是怎么认识的呀 就是当时嘛 我在那公司里面工作 他也进公司 那边一个同事聚会嘛 那时候就认识了 同事聚会感觉还 聊得还不错两个人 就然后加个微信 然后就聊在一起了 一间公司的 公司在哪呢 在深圳 是这么认识的 两年多了 为什么觉得自己是个备胎呢 怎么说呢 因为我跟他在一起两年多了 最基本的 就是说父母这些都没有见过 就是说我跟他俩在一起呢 他老是这个约 那个约朋友 反正这里约 我都不知道的 不不不 一直都是骗着我的 咱们慢慢说好不好 你想过要见他父母是吗 想过呀 你家是哪的呢 姑娘 广东的 离深圳有多远啊 四百公里左右 四百公里那不远啊 对不对 抬腿不就去了吗 去看过吗 去呀 去了呀 有一次 他说他想他父母了 他回老家 然后我就要求 我跟他一起去嘛 我去了 然后我住宾馆了 住宾馆 你去当然应该住宾馆啊 我知道 我觉得没关系啊 住宾馆 但是我说见一下他父母嘛 他死活就不同意 为什么呢 姑娘 那还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吗 我一直都有叫他去创业 然后他一直不肯去创业嘛 不是 这就创不创业 跟见你爸妈有什么关系吗 因为我就想他稳定下来 咱们再见父母嘛 那你父母他也没见过了 没有啊 因为二十四川 对对对 太远了 倒是可以理解 我也要求过他见我父母 但是他不肯啊 他说远没关系啊 我把我父母接出来啊 你把你父母从四川接到深圳了 对啊 见了吗 没有啊 我接出来他不愿意啊 那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说过要见他父母 但是过年我也要回老家 没有说不见他父母呀 等于过年他把他父母 从四川接到了深圳 你自己回家过年去了 他的意思就是见一面 然后就走了 那有没有考虑过我父母的感受呢 见了吗 没有啊 他就死活不同意见 他的意思是不见 对 这个好像也不能构成 你说你就是个备胎啊 这不算什么吗 因为他所有的朋友 压根都不知道我们谈恋爱 他父母也不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他父母 我不知道吗 两年了 我一直以为都知道 然后就那一次去他老家的时候 我三番几次要求说 见一下他父母 他不愿意吗 后来他实在说的没办法 他直接跟我说 他父母压根都不知道 我们两个在一起了 那还不是因为你一直都不努力吗 如果你能在深圳安个家的话 那我早就当眼前见父母了呀 不是 你指的安家是指什么姑娘 你能描述清楚给我们吗 因为的话 我跟他在一起两年多 他一直都是在深圳打个工嘛 一万多 就感觉这个工资 肯定在深圳买不了房对吧 那就不买房吗 住房吗 住房 但是的话 你想象一下 他四川老家这么远 万一过几次的工作不顺利 他跑回四川怎么办呢 让我是结了婚了 我要跟他跑那么远干嘛呢 你是这么想的 因为我爸妈也不想我家外地 好好好 爸妈救我一个女儿 那你希望他刚才说 让他创业他没创业对不对 对呀 就算上一次我朋友 他说要开个主餐厅的同学嘛 很好的同学 然后让我男朋友投资个三十万 他就不肯 他就直接拒绝我 可是他这个人就不求上进 那朋友的饭店投资三四万 让他做股票 没有 就投资二三十万左右嘛 二三十万 对 他们听得有那个钱嘛 对呀 我也想说啊 不是说钱不钱的问题 关键是 你有没有那个钱先说 没有 他可以去贷款去的呀 但是他一直都没有想过去创业呀 他没钱嘛 你让他创业干什么呢 那是他一个月拿那么一万多的工资 根本就是安不了家呀 行 这姑娘倒也直接就说你这个经济条件不够 是吧 我觉得我也跟他说过呀 不可能 他说创业我也有想过 他一直说我没有想过 我也有想过呀 但是说 不能说你想到什么事就马上做什么事吧 他同学说的那个事 我也考虑过 我也看了一下 因为怎么说呢 做餐饮这一方面的 我自己一点都没了解过 我朋友啊 同学啊 同事啊 都没有做过 我也一点都没了解 更何况呢 我自己也没有那个钱 二三十万我哪里拿得出来 对对对 我拿不出来 他说我去贷款 关键是贷完款 我这个工作也丢了我现在 我到时候亏了 我还要去还贷款 那我就想问他 有没有想过我们将来呢 哦 所以现在进入到一个很怪的怪圈里了 女生说你得创业 我们才有未来 男生说我现在还不具备创业的条件 你让我怎么创业 是这样吧 对 那感情上稳定吗 感情上呢 他每次就是说 经常骗我这样之类的呀 骗你什么的 就比如说有一次我下班 我八点钟下班回来 他也是差不多八点钟 那个样子下班回来 我下班回来 我忘带钥匙回家了 他叫我等一下 我就等一下 结果我等了三个小时 他说他跟他同事 他们聚聚会 他们同事 我基本上来说 我也了解 他们聚会是一个星期聚一次 他昨天刚聚会 今天又聚会 结果呢 后来我才知道 他跟一个男性的朋友 两个出去吃宵夜去了 把自己的男朋友 扔到家里面楼下来等他 他也骗着我说 跟同事出去吃宵夜去了 吃宵夜倒也无所谓 那回来了之后 他提了点水果回来 刚好在楼下遇到一个 他同事在一个公司 身体不舒服 他说去买药 一两分钟就可以了 叫我等一下 结果呢 一两分钟 我又等了一两个小时 他把我给忘了 心太大了吧 大活也能忘 没有啊 但是他也挺笨的 他也不知道 我问我拿药匙 直接上楼去啊 就在楼下干等呀 不可能说十一二点呢 我把你扔到那里 我发脾气说 把钥匙给我 我先上去 你自己去买吧 我不可能这么说吧 你说 跟异性朋友吃饭去了 你没什么呀 就是跟我那些同事 吃饭去而已呀 是同事还是一个朋友啊 就是同事呀 那同事不应该骗我吧 我觉得震大光明 跟我说 我觉得没什么呀 这还不算什么 哦 还有什么 过生日都不跟我说的 过生日都是跟朋友出去 他连我生日还都不知道 你知道吗 还要我跟他说的 那我们俩第一年在一起的时候 你觉得过生日 我知道吗 哎 你告诉我 这个男朋友在你心目当中的地位 有多重啊 如果不这么重要 我怎么可能在一起两年做 对吧 还是挺重的 对啊 你想想看 基本过生日 他不让我知道 那天下午 他跟我说 他说你下班先回去 我晚上有事 我问他什么事 他又不跟我说什么事 那时候你们俩已经交往了 对 肯定交往了嘛 我就问他什么事 他不跟我说 然后下班之后 我实在问了他没办法 他说他过生日 跟朋友在外面吃饭 我一听他过生日 我马上买个蛋糕 买个蛋糕八点多钟 我叫他回来 我们俩过生日嘛 然后他也不回来 那这是为什么的姑娘 我有说叫他一起过来 他一直不肯过来而已啊 有叫十二点钟了 你们吃完了 唱歌唱完了 过生日过完了 你叫我过去干嘛呢 第二年生日 你们一起过的吗 第二年是一起过的 行吧 他就老是说以前的事情 你知道吧 就特别小气 小气 对 而且的话 我跟他在一起 两年多都是他在花我的钱 你知道吗 我一个月八九千工资 都在跟他一起花的 他没有给过我钱 我怎么没有给过呀 什么意思我没懂 就是说我跟他在一起 这么多年 他什么都没有给我买过 你知道吗 就生日买个蛋糕 平时我一个月八九千工资 都是跟他在一起花的 他的钱呢 他的钱他自己长的呀 那我还是想 那你 我要是把钱给你 那你全部全部花完了 他大手大脚的 那你就花人家的钱啊 我也没有花他多少钱啊 我就是偶尔可能两个人吃饭 基本上是他在买单 那为什么不是你买呢 我买单 我买单的话 天天叫我去 那你们这也算得太精了 这叫卡恋爱吗 他不是说算得太精了 我们去旅游都是 我在花钱的 你知道吗 去哪里旅游都是 我在花钱的 这是为什么呢 他的工资比我还要高 那我根本就不想去啊 那你不是也去了吗 我不去他就生气啊 做什么他就生气啊 所以说就他花钱是吧 嗯 你们俩算得可够清楚的啦 是他要跟我算这么清楚啊 又不是我说要算清楚 对啊 花的都是人家的钱啊 差点给你带进去了 那我刚认识他的时候 我也一直都是我在花钱呢 但是我了解他性格 人之后 我就觉得 该省的时候 该省嘛 毕竟来说 我也是想 你这么跟我说 你是不是在心里 还给他留了一手 没有啊 那你觉得 你们俩现在的问题在哪呢 我感觉到他 就是最主要的 就是经常骗我 这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 在一起两年时间 毕竟来说 大家一次有个了解嘛 不应该骗我嘛 互相坦白一下嘛 老是骗我说 跟这个闺蜜出去吃饭 那个闺蜜出去吃饭 结果呢 跟别的男性朋友 直到电影院你去了 还有这事啊 这也没什么呀 我觉得就是异性朋友 又不是干嘛对吧 那没什么 你可以告诉他 你说我跟谁接谁 看个电影去 你说没说呀 他说他又该讨价呀 他说为什么 要跟别人去吃饭呀 他这个人就是 喜欢装牛角尖的呀 不是那你 就那你告诉他 为什么你跟别人吃饭呢 就是你有男朋友 为什么还 老跟别的男人去吃饭 你给他解释一下 我都是一些异性朋友 很多人在一起的呀 我就说你跟我说清楚 我觉得没什么呀 每个人都有个异性朋友啊 那你像我呀 我在公司里面上班 我虽然我也有异性朋友 但是我从来不跟他们 做过太多的一个接触 好 从来不单独出去 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姑娘 你们俩之间 你们俩之间 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我觉得吧 就是说我也希望他在 石正能安个家嘛 因为到时候的话 不希望结了婚 跟他视窗 然后我爸妈来回跑来 看望我这么艰苦嘛 但是我就感觉到 他一直都是不够努力 一直是原地大步的 然后我每次出去 都是花我的钱 我就感觉到 这个男人很不负责任 你知道吗 其实在你的心里 已经把他剔除了是吧 其实他就除这些 我们关系删除 还是挺好的 就是其他方面 那我就感觉 事情好的挺好的 那你为什么一直这样啊 那我就想不明白了 虽然说我没有为他发过钱 但是我的钱攒了多少 他知不知道 我有没有说 要在深圳这边定居 有没有说 要在这边陪他 有没有说要在深圳定居啊 我有说过呀 那你说说你的打算给他听啊 我打算就是过两年之后 慢慢接触一点人脉嘛 那你要我等了两年 我还要等你多少年呀 你等我吗 你确定你在等我吗 你整天约这个约那个的 如果说遇到一个好的 你是不是马上把我甩了 哎呀 那你今天来干嘛 我今天呢 就是想弄明白 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也想跟他两个好过 我觉得他人确实是不错呀 但是我就接受 你的说法 他人可不怎么好啊 这一方面不好 但是他其他方面 对我确实是挺好的 平时呢 比如说因为我是四川那边 我吃辣的嘛 他那边是广东那边 他们那边从不在那 但是他也是为了我 经常做饭呢 他都是做比较符合我胃口的嘛 行吧 所以你要弄清楚他干嘛 那问问呗 你到底把他当什么呀 我就把他当个男朋友呀 我就想弄清楚 他有没有想过跟我结婚 他他还是不是继续都是 眼底大步不肯去付出呀 我的天哪 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姑娘 口口声声地说 两年的青春啊 我怎么会呢 我是喜欢你的呀 你是我男朋友啊 他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人 创业你知道是什么吗 创业有风险 贷款很有可能就赔掉了 因为我就想他在深圳安个家 因为他现在 他在深圳安个家 他刚才说了 一个月一两万的工资 现在才二十多岁 我觉得是不错的收入水平 但是你还是看不上他 刚才你就想说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他会这样 对吗 我告诉你 因为他瞧不上 不带你去见家长 家长是他最重要的人 生日的时候不通知你 生日是他最重要的日子 他所有最重要的一切 他其实都没有打算让你参与 或者说最开始起码 是不打算让你参与 当然了 你心里尝了那点小心思 钱嘛 花他的 我的我得攒着 不得在深圳安家呀 两个人交往 当然谁经济能力强 谁付出的多一点 很正常不分男女 但明显你挣的比他多啊 你都攒着啊 我也没有说没有给他 我都有给他 最近这半年时间 我都有把工资给他呀 到底给没给你 他给呀 就是给个几千块 但是的话 他前段时间 他在市区里面 如果大一点房子 又想从我这边拿钱走 这不是给的少 他花的多 对 就是啊 所以我说嘛 他挣的少 但他花的多 所以他不平衡啊 大家一起奋斗 攒钱是应该的 但是消费 也应该是公平的 起码 所以你们两个 根本就不在一条线上 给你们的建议就是 是你的 强也抢不走 不是你的 留也留不下 祝福你们 女生在经济上 看不上男生 男生在品情上 看不上女生 没有爱情保卫什么 把你们今天 所有的话录下来 你们俩再回头去看一点 你们俩保卫的是什么 从头到尾 没有听到一点感情的事情 我相信 肯定是有的 没说 最初两人刚认识 在公司的时候 共同去完成 相同的工作任务的时候 应该是有两千相约 对不对 但是在这段情感当中 功利的成分 远大过于爱情的成分 你说你跟那些 所谓的异性在一块 有金吗 其实你也是一傻姑娘 其实在金钱上 你并没有心眼 你的心眼全写在了脸上 大家都看得到 你就想找个条件好的 你就直白地说出来 但问题是在于 你真的找一个条件好的 不爱你又有什么意义呢 而至于男生 你每天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你很清楚 你们两人在一起相处 竟在咫尺 却猜不透对方心里在想什么 或者知道对方心里在想什么 但想的肯定不是我 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你找一个 同样在深圳 不是当地人 跟你一样奋斗的 女生 你们会多么地感同身受 不是呀 我知道她心里面在想什么 我也一直在努力 她想的不是你呀 她跟别的异性在一起 你知道吗 她存了多少钱 你知道吗 那不就是了吗 两个人都不掏心窝子 你说你有什么意思呢 如果没有那么纯粹 就不要想着往下一切走 但我告诉女生 不要跟异性走得过近 不要胡乱一天到晚 就把一点钱全花在 KTV啊出去吃喝玩乐 那点钱挣得也不容易 你 勤奋努力 是应该的 但是 你挣的所有的钱 是为了将来的幸福 对于自己心爱的女人 不能藏着掖着 否则的话 你也不会得到幸福 就这样 听明白呗 听明白呗 其实我觉得生活道理特别简单 你想要什么呀 你就按那个方式去找 如果她不是 你为什么非要强求去改造她呢 比如这个女生 我现在听到的是说 有号房子 能稳定的生活 那我觉得你的标准 已经很清晰了 你非要找一个说 没有房子的说 你去变一个房子 因为我就喜欢你 男生也是一样的 说我需要有三五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奋斗 那你要找一个 可以理解你奋斗的女人 而不是跟你说 我还有几个两年啊 然后两个人就隔着心 互相猜忌 这个多累啊 这好像不叫恋爱吧 对不对 咱们实话实说 你心里头想嫁给这个男人吗 有想过 现在还想过 现在 我感觉 我是不是应该去想送她 但是她平时对我 确实也挺不错的 从有想过 这些人 倒已经犹豫了 可是有多少人 有了房子之后的婚姻 并不幸福呢 还有很多人租在房子里 过着幸福的日子里 自己去想 男生 想娶她吗 想啊 现在也想吗 我一直都想过呀 我就希望她能改一改 但是她常常不改 改不了 我们在生活里面 老是心存幻想啊 哎呀 我跟着人在一起 这个人如果是这样就好 怎么可能 不要带有这种奢望 所以两位 心平静气 坦诚地面对自己内心 最真实的感受 才是对的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我其实觉得 我觉得我会改变的 比如说工资这些 我以后都会给你 但是我也希望你能改一改 以后不要欺骗我 其实我真的很想跟你在一起 知道吗 其实你说这些说都过去了 这半年一来 我一直都在跟你在你身边 人家除了上巴就是下巴 难道你没看到我改变吗 嗯 我觉得没有改变太多 你知道吗 不然我也不会来了 无论昨天今天和以后 一直到一会儿 没话了吧 请亮灯吧 两人龙共说不到30秒 两年多的感情 会情归何处呢 谢谢两位 请回 来请关门 请开门 怎么了 那房子不要了 要了 他说他努力就行了呀 哦 他说他努力就行了 行行行 只要你们幸福就好 好吗 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筒 有请 谢谢 来 见证属于他们的幸福时刻 各位请见证 希望你们得到自己想要的真爱 谢谢你们 来 请回 谢谢 只要他们幸福 把我抱紧 只要他们幸福 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 一切就算好 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身体 有王勇提问说 我今年33岁 结婚13年 我老公脾气非常暴躁 一年有一半的时间 是在发脾气 这些我都能接受 但我现在受不了 他每天拿着手机 什么都不管 这样的日子 已经有两年多了 我爱他 特别是爱我的两个孩子 我想过出去打打工 可是放不下两个孩子 我一直在等待 我的老公长大 但他还是丝毫没有改变 我该怎么办 其实改变一个人的性格 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我们可以思考 去改变行为模式 不能接受的 要明确告诉对方 如果对方不能调整 那么做好自己 为人母的责任 量一量他也是好的 逃避是最不好的方法